hello let's talk about monkey pox 猴斗 那个叫猴斗 悟空 玩不玩个悟空 据说火爆了已经 像我们老一辈的不太喜欢这种游戏 太麻烦了 我都喜欢上去就打 但是呢 还是为我们游戏开发 确实 打破了幻想 突破了记录 回到正题 都跟猴斗有关 也许猴斗就是猴带来的 回到正题 现在monkey pox 是变成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很可怕的 一个流行的疾病 还是 这是virus 是病毒 不是bacterial infection 病毒呢 就跟所有的这些pox 什么chicken pox 什么pox small pox 都是病毒 都是病毒virus 和前两天的新冠 也一样 病毒 病毒最好的治疗方法 预防方法 什么 就是疫苗 说一说这个monkey pox 这个历史 monkey pox 就是named after monkeys 他在1958年 在猴身上 先发现的 但是呢 从2022年开始 这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为了防止这些歧视 或者偏见 就把这个monkey 就这个猴给去掉了 给去掉了 所以呢 现在就m 叫m m pox m pox 现在在这 m pox 随着这个 这个人们的觉醒 像是以动物的 以人的 以地区 命名的这些 病毒 或者疾病 都是逐渐被取消了 被取消了 还有说一说这个政治正确 这边 有一些病 比如说 叫什么什么man disease man就是m a n 在这边用英文 什么什么man disease 我现在一看 好些名字改成了person 因为man 是男人的意思 对吧 所以说呢 有人就说 你这个歧视 不正是正确 为什么这人 这个疾病 叫什么男人的疾病 man disease 好像就是以 只能以男人权力高 来命名 我们女人就没有权力嘛 所以说呢 后来一想 连哪个 是改成woman 也不好说 对吧 man呢 确实人家也提出了抗议 那咱就改成person 就是person P-R-S-O-N 就是人 什么疾病 省去了很多麻烦 所以呢 现在这个monkey pox 就不叫了 现在就是说叫m pox 但是呢 大家随会说 还是说monkey pox 就跟前一阵 这个新冠式 说这个 一直说武汉病毒 后来这个 还是 WHO 就说什么武汉 地区 什么地域 这性质 什么西班牙流感的 都不能用了 给你一个代号 COVID-19 to be fair 简短历史 然后呢 咱就回到这个主题 CDC这里有 这个monkey pox 赶快改一下 m pox 先说一说 sign symptoms 它有什么现象 什么现象 一般呢 它说呢 起这些rash 起这些rash 手足chess 手足胸脸 还有这个嘴 或者你的genital 就是说你的生殖部位 这些皮肤 include你的肌肌 你的蛋 test calls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音部 这个女人的 还有这个anus anus 就是什么 你的肛门附近 就是啊 一般呢 这个incubation period 一般是隐藏期呢 是3到17天 3到17天 在这期间呢 感染病毒的人 没有什么现象 没有什么 然后呢 这个rash 就是身上起的红疹子 然后different stages 就是说有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情况 慢慢的发生 一般呢 它是最早上就像一些 像是水泡似的 有点blister 有这种东西 会有一些痒 会有一些疼痛或者痒 有点像chickenpox 就是blister这种水泡 有点像 然后呢 还有其他症状啊 像是这个 发烧啊 感到冷啊 还有这个你的零尖巴结肿大 感觉到特别累啊 还有这个肌肉或者这个 肌肉后背痛啊 头痛啊 还有一些就是说 呼吸系统的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 鼻子塞啊 咳嗽啊 或者这是这个嗓子痛 嗓子痛 然后说呢 有人啊 这些症状都有 有些呢 就有几个症状啊 不是全有啊 然后说呢 这个impax啊 这个症状呢 要持续多长时间啊 它是一般呢 这个症状呢 持续啊 在21天啊 21天 对不对 如果呢 如果你有这个流感啊 像这种病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symptoms 这种反应呢 哎 在1到4天内啊 会有这个 身上会起这个 呃 这个疹子啊 这红的这些 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 再说呢 如果人啊 被感染了的impax啊 它会这个传染到其他人 传染到其他人 呃 在这个 呃 什么期间呢 就是说啊 在你这个rash 就是你这个疹子啊 完全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啊 你是 是这个传染器 可以传到别人身上 等于说你是 你是传染源啊 你是传染源 只有等你的这个 身上这个 枕子全部消失了 全好了 再从皮肤上看啊 你就不是传染 传染源了 然后呢 这个 怎么传播啊 看一下啊 就是一般的就是说啊 就是close or intimate contact 就是近距离 亲密传播啊 亲密传播 什么skin skin啊 就是皮肤对皮肤啊 你这个握手啊 啊 什么亲嘴啊 啊 就是这个这些啊 都会传播 通过这个 啊 这个唾液啊 唾液啊 什么鼻子啊 这个鼻涕啊 这些都可以传播 来 啊 啊 怀孕的人呢 可以传给他的婴儿啊 可以传的婴儿啊 啊 直接传播啊 就是说这个 如果你有什么性行为啊 不管什么的 是嘴的 什么肛门的 或者正经的阴道的这些啊 或者是这个 啊 这个对这个接触到这个生殖啊 生殖这些这些啊 也会啊 传上啊 kissing hugging massage 就是拥抱啊 按摩啊 还有这个亲吻啊 都可以 对 还有呢 呃 如果是你这个 talking啊 过长 有唾液啊 你像飞沫吗 也可以传播 或者通过这个你的呼吸啊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 就是说面对面 如果很近的讲话的话 会有一些唾液 飞沫传染 对 然后呢 touching object 就是说一些物件啊 一些物件呢 呃 这个 它可以啊 挺厉害 你看啊 它可以通过这个fabric啊 像是布皮的fabric 就是一些织物的啊 表面啊 呃 如果没有被消毒的话呢 呃 它会传播啊 像是这么衣服啊 床 床上的东西 啊 这个 这个touch啊 就是说这个毛巾呢 啊 还有这个sex toys fetish gear 这些东西啊 这个叫什么 火辣用品啊 是什么时候啊 这人可以传播呢 就是from the time symptoms start until the rash has fully healed and the fresh layer of skin has formed 啊 就是说你开始有症状啊 就是说这什么头痛啊 什么烂千八糟的一些症状啊 然后呢 开始知道你呢 我刚才说了啊 你皮肤 这这疹子完全消失 而且在皮肤上面看不出来了啊 已经完全恢复了 这个期间啊 都是啊 你可以传播啊 你是个传染源 来 呃 一些人呢 他可以啊 就是做这个 在一到四天啊 之前啊 有症状一到四天之前啊 就可以传播了 来 到现在呢 他说啊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呢 呃 如果没有症状的啊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啊 如果没有症状的人啊 可以传播这病毒啊 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些 呃 animal啊 就是如果 这个 如果这个 动物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传播啊 呃 可以啊 可以看这些可以啊 small wild animals啊 这野生的小动物 或者直接啊 你这个 这个 这个动物 他你接触动物的这些什么 呃 粪便啊 这些这些 或者被呃 动物抓到 或者咬到 啊 如果是动物是感染了哈 也会传给你 right 他说呢 人呢 但是呢 人呢 呃 从动物身上传的呢 呃 不是很 这个 不是啊 不是很这个常见啊 不是很常见 但是呢 is possible啊 就是有可能啊 他说 为减轻啊 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呢 啊 就是避免和动物接触啊 和这些动物 感染动物接触 right 啊 有人说了 如果我去游泳池啊 或者这个这个hot tops啊 什么spa 什么东西啊 这些可以吗 他说没有啊 现在没有表明 可以再通过这个水里 去游泳池 这些机构啊 对来传播 他比这个 比这个 他比这个 新冠啊 还还厉害点啊 新面好像 暴露在这个东西表面上面 好像很快就死掉了 好像还记得说啊 我记得不太清了 这挺厉害的 呃 然后呢 正在看下面啊 testing testing 怎么test 他说呢 呃现在呢 什么时候去啊 检测呢 现在呢 如果你是 如果有一些 呃 你觉着啊 就是现在来讲啊 一般来讲 你说现在我有起这个 疹子了啊 而且是在前两天 是亚洲哪里好像有了 你说我也有啊 最好去测一下啊 因为现在正是这个传染期啊 非常活的时候 或者是吧 你身边有人啊 已经得了啊 然后你随便 不是 然后你随后呢 也感觉到有些症状呢 你也要去测一测 啊 这就不说了啊 什么付钱的一些 乱七八糟的 如何预防啊 如何预防 来 预防呢 safe sex social guidance啊 就是这个 各方面都注意点啊 个人的行为举止啊 要检点一些啊 right 如何真正的啊 中国啊 不是中国 世界上面呢 对这些病毒啊 其实是叫群体免疫 怎么办呢 就是啊 这个病病毒 你去打疫苗啊 接种疫苗啊 不但保护了自己啊 也保护了大多数其他人 啊 嗯 哪里啊 跟HIV啊 如果你是这个 呃 如果你是这个 有这个艾滋病毒的感染的话呢 哎 这现在他的他的这个 这个疫苗名字叫 G-Neils OK G-Neils 对于HIV啊 感染的病人是 是安全的啊 是安全的 比较安全 这里也说了啊 就看你的CD4Cons 比较少的一些人 还是还可以 哎 这也不许说了啊 嗯 safe social gathering 啊 这也不许说了啊 所以你看这俩 这俩这俩什么意思 anyway 嗯 嗯 然后呢 说说这个Vaccines 啊 刚才说了啊 嗯 get vaccine if you are gay 同性恋 bisexual 啊 什么LGBT 啊 应该这些人啊 尽量去啊 如果是这个地区已经发现的话呢 最好 你去这个赶紧啊 接种疫苗啊 感染接种疫苗啊 啊 然后呢 再看看 recommendation啊 recommendation呢 CDC啊 CDC 这个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 CDC就说呢 这是 啊 啊 如果啊 还是刚才说的 这些这种 这个人群啊 什么gay啊 蓝吉巴刀 你接触过的这些人 身边有人已经得了呢 啊 这些人呢去啊 啊 这个 这个疫苗呢 它应该是两剂啊 它也是两剂啊 它是给这个sub subq啊 subq can be given subq 就皮下啊 不是intraderm intraderm intraderm是这个 直接打进去啊 subq是45度啊 在皮下 也可以啊 intraderm 说了嘛 or啊 它是两种 其实都可以 所有疫苗啊 都有一些sitify 啊 像是有些发热啊 有些红肿啊 这些东西啊 大伙都知道 应该也不多说了 一般来讲呢 这个疫苗呢 take two weeks 如果打过之后啊 两个星期之后啊 才发挥作用 所以说呢 如果你打过疫苗呢 不是 不是马上啊 你就免疫了 你等一等啊 还是要在这个 透过安全期啊 要 还是啊 这个注意一下自己 然后过两个星期之后 应该就好多了 但是呢 要我来讲啊 还是啊 即使有了疫苗 也不是百分之百 对吧 疫苗也不是所有人都管用 有时候 你就是这个 不管用哪部分 所以还是尽量的啊 避免 这里写了啊 我细说一下这里啊 two doses啊 要两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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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打过一剂之后呢 然后第二剂啊 这疫苗 然后是在 二十八天之后啊 四个星期之后 再打第二剂啊 再打第二剂 对 如果你错过了二十八天啊 你就赶快啊 也也无所谓啊 就赶紧打 赶紧打不上 all breaks 二零二三年有啊 二零二二年好像也有啊 然后呢 现在又开始啊 这一个分布的情况 主要就说这么多啊 因为我们这个行呢 像我们这个 呃 也可以啊 很多的人啊 不这种疫苗呢 现在不只是在这个诊所可以打啊 在这个 呃 美国这边呢 药房也可以打 所以说呢 我们的工作呢 也会啊 有时候啊 会打一些疫苗 但是呢 在我工作的这个呃 区域范围那样 到现在啊 还没有人啊 来打这个啊 但是呢 现在啊 已经开始 尤其是美国这边啊 已经开始提高警惕了啊 提高警惕了很多的新的疫苗啊 也出来了 昨天看新闻说 这个新的疫苗马上也要上市啊 就要上市啊 呃 这也许现在 这是旧的啊 因为现在又有新型的啊 所以说呢 美国这边呢 呃 西方这边呢 还是很快的啊 很快的跟上了 它很快 其实两个原因啊 一个是 确实啊 这个 呃 这个病毒啊 发展的这个spread 就是这个很快 还有一个呢 其实还是出于经济考虑啊 他开发疫苗啊 一定有经济的前景 就是说啊 用的人肯定会很多啊 他可以把这个 呃 利润啊 这个收过来啊 挣一些利润在里面 所以说呢 啊 既然这个 呃 这方面啊 从前的方面看 他们已经重视了 就肯定啊 这个 这个 呃 这个病毒啊 会有这个 呃 怎么流行的可能啊 有很大的流行的可能 所以说呢 呃 大家啊 多注意一些啊 多注意一些 尤其现在 好像是新冠啊 又卷土重来了啊 说 比前两年的这个 感染人数啊 又有所增加啊 所以说呢 大家啊 一定要注意